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我在暗号线上找到了 说出去 这是模式 爸爸 我是带领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不可能他已经死了 可我们要让他继续活着呢 失败 帮我杀一个人 这不是我的病人 慢点 我在灰封面海开了个包子箱 幕后另有黑社 另有黑社 千万不要再杀人了 别动 开门啊 别动 别动 给母亲的东西也换 这是谁干的 这么说是你杀了王叔 必须给我找到那家伙 这应该是一只今天的大事 个人 更有 你 没电话 谁 小人 喂 哪位啊 陈管家 我是老姚啊 是姚掌柜啊 是啊 陈管家 那个上个星期不是说好 唐老爷要来看货 怎么没来啊 那那什么 我们老爷最近身体欠安 所以就 陈管家 是这么回事 今天呢有个客户 要拿走那只宣德卢 我是怕日后唐老爷知道了 会怪罪下来 什么 你说那只宣德卢人家呀 你看上了 可不是吗 人家定金都带着呢 姚老板 那个炉子你先给我留着 喂 喂 喂喂 电话断了 再拨 老爷 不过宣真的不能再去了 太危险了 那个宣德楼是难得一见的开门货 听说是宫里边带出来的呢 我还是那句话 我去把那只炉子给您抱回来 那不就行了吗 是 老爷 您就听孙先生一句话 要是带回来的是赢品怎么办呢 那 那 那大不了我再把他送回去啊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一笑大方 这 那 要不 给姚老板打电话 让他下午把炉子给我送过来 这样总行了吧 沈先生 我看只能这样了 你 陈管家 刚才您电话怎么了 我说姚掌柜啊 还是您亲自来吧 我们老爷 还想跟您叙叙旧呢 让我想想 他让我带东西过去 你跟他说 你走不开 让伙计带货上门 陈管家 真不凑巧 今天下午 我还有个别的应酬 这样吧 我下午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你看行不行 你让他把东西带过来不就完了吗 行行 真是越老越啰嗦 那好 那您就下午 让伙计把货送过来吧 好 他同意了 刘掌柜 这些定钱 你先收着 Ag Knowing us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白 明白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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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 我明白 咱们还有现钱吗 现钱不多了 但是我们和博古轩的交易 历来都是用支票的 知道了 老爷 还有事吗 今天是阿宝的头七 我想下午会绍兴老家一趟 那是要回去的 让阿静开车送你回去 不用 我坐长途车很方便 明天晚上 我就赶回来 既然回去了 就多住些日子 这里边的事 你交代一下就行了 是 我知道 老爷 我走这几天 您可得多保重啊 还有话 不管您遇见什么高兴的事 这个雪架 您还是尽量少抽 这洋玩意儿对身体也不衡 那我就先回去了 老花 忙着呢 老王在吗 一早就出去了 这么早 他可不是这么勤快的人呢 忙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不会去忙这个了 他那个昆明的朋友走了吗 早就走了 老曹 我来问问老板有没有新的指示 还是老一头 注意命 其实啊 你也该跟老板说说 咱们连续干了两票都失手了 这事啊 最好先放一阵子 放一阵子 那黄黄赛可就凉了 这事不能放 不能放 可是我们已经被耍了两次了 过了中秋 你想做也做不成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唐绍仪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 他真的要去香港啊 他是想啊 只怕这回 他的如意算盘不灵了 好 好好好 好 不用这儿 谢谢 找谁啊 我是伯古轩的人 约好了他 好 进来吧 是伯古轩来的客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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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姚掌柜让我来的 先生贵姓呢 免贵姓刘 刘先生不好意思 我要检查 没关系 我都不回去 来 去四处看看 巷子打开 这边请 扭猛 去这边请 小心 好 到什么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 唐少爷有一个嗜好 只要遇见了高兴的事 他准底抽上几口选家 只要他一拿起选家 你下手的机会就到了 奇怪啊 把火机一直放在兜里的 哦 找个活那么难呢 老爷 我去厨房给您去 唐老爷 这是鉴定书 请您过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贼没熟眼的 什么 他走吗 刚走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伯父 伯父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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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 让我看 谁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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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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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让 让 让 这不是谁想看 这不是谁想看 这小长辉是个老实人 怎么想到呢 别急 别急 来 让一让 让一让 来 抓了 没帮了 哎呀 真是 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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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让一下 你瞧 梅兰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让 靠先生被害了 这我已经知道 我还是迟了一步 我还是迟了一步 姚掌柜已经被谋杀了 我想和薰补房的谈谈 行 刘 你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能进入 要是中了圈套 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这有我的 我对不起唐先生 事情已经这样了 就别再多想了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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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 啦 小姐 孙一乔 你刚才去哪了 我去博古轩了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 去博古轩太晚了吗 要让北刚被谋杀 你口口声声说 保护唐先生是你的职责 可就在杀手 到了唐先生面前的时候 你却离开了 你怎么解释 我问你 这一天离你心神不宁 你的心思跑哪去了 你是不是因为某个女人 这两天没有来 你就魂不受赦了 你不敢回答了什么 你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 你现在就从这个屋子里 给我滚出去 佩阳 你来干什么 佩阳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差点忘了 站在我面前的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记者 你是想知道 谋杀唐少爷的经过吧 我告诉你 谋杀的时间 就是在今天下午四点 谋杀的地点 就是在那间书房 我 我 此刻 几乎是当着保镖 孙艺桥的面 用一支香炉 砸烂了唐少爷的脑袋 我哥哥 现在正在医院 为唐少爷收尸 你还想知道什么 佩阳 你冷静点 你别碰我 如果需要 我建议你现在就去采访一下 你心目中的大英雄孙一乔 一乔 你这是干什么 唐先生被害 我没脸再住下去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能离开呢 梅小姐 这是我的家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一乔 太好了 这件事 我 我 我不 我 我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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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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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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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